曾为那些导演生下孩子的女星,最后一位曾是所有男生的梦中情人,边潇潇边潇潇,出生于山西运城永济市,中国内地女演员,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。 或许大家对她的认识,并非是来自她的作品,而是因为一场娱乐事件,才让大家记住了她。 在拍摄《枪连雨弹》时,与演员印小天发生争执,声称自己是受害人,却最终打脸自己,后双方经过协调和平解决,边潇潇,也因此被挖光她的家庭生活。 原来她的老公竟是中国第七代导演文姐,并为其生了一个女儿,梁静梁静一直以来都是个形象百变的一位女明星,扮演过各种不同风格,不同性格好角色。 她凭借着高超的演技和专业素养,拿下了包括金马奖在内地等多个含金量极高的表演奖项。 不仅如此,她还收获了美满的幸福家庭,在拍摄上车走的中,与老眼管骨相识,之后两人便互生情愫。 管骨曾说,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韧性,这是一个女人魅力的所在,也正是因为这种特质,才令我十分着迷。 之后两人并在2005年结婚,婚后梁静还未管骨,生下了一儿一女,儿子的小名叫奔奔,女儿的小名叫鸭鸭。 谢南谢南不仅是中国内地的女演员,同时也是综艺节目的女支持人,但是她早前在娱乐圈中并没有什么名气,直到2017年《战狼2》的播出,也让她跟着火了一把。 没想到谢南的老公,竟是去年火得一塌糊涂的吴京,2014年两人在北京举行了婚礼,并且还生了一个儿子叫吴所谓。 之后两人曾在2015年参加这强威尸的真人秀出发把爱情,也有很多人评价谢南很努力从不出错,相信她一定会大红。 陈红在陈红年轻的时候,可谓是大美女一美,曾让无数男人为她心动。 在那个没有PS的年代,陈红的照片可比那些经过PS处理美化过的照片美多了,甚至要更加的真实,更加的有滋味。 而且那时候的陈红,不管是现代装还是古装。